位于嘉义县西口乡的柴玲角教育基金会 曾经为王氏家族的古厕 在这个拥有许多历史的山河院 可以看到一个家族的成长与变迁 这个山河院是我阿祖阿祖祖 是我爸爸在这边出生 然后成长 娶娶 生子 他们有四个堂兄弟都在这个地方 后来每一个人都生了五六个 所以这边已经住不下 我搬出去距离差不多一百公尺的地方 我就在那边出生 我小时候也经常会跑回来这边 王宽城记忆中的山河院十分漂亮 小时候也时常在这里游玩 因此他坚持采用传统工艺修复山河院 希望可以将山河院修复成记忆中的模样 这两扇 这么多一扇 这么多一扇 这就是那个门口 那个环 这就是一扇 这是另外一扇 两扇门因为已经损坏了 所以我把它拼成一扇门 你看这扇门现在看起来 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十年了 十年还是这么新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用一般 没有问题 曾经的古厕变为在地的温馨补给站 他们在这里规划许多热林课程 让长辈们学习 让这老人来运动成家 地匙和身体 这还很用 我快乐 拜五 每一拜都唱歌 精神也好 说唱两个 会教官 好 你咬下来 我又来 除了温馨补给站之外 王坤城正在进行 温馨梦想家的计划 为了能让老人家增强基耐力 并减少卧床的时间 而建立一个四层楼的空间 预计明年可以完工启用 我们里面有好几个长辈 他比如说礼拜三 或者是礼拜五 他都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但是礼拜一 我们听到的就是 他已经走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老人家 他如果说 当你基耐力 能够让他 经过他的训练 他有了基耐力之后 他可能就会减少他卧床 彩玲角教育基金会 积极规划社区关怀据点 期望长辈能够在这里 活得健康 玩得开心 中正义报 王家綺 林玉婷 嘉义西口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则